生命是无常的 在那无常变化当中 每一个变化你都没办法决定 都是由因缘来决定的 所以它是苦的 当你了解之后 你一天都不想留在缩破世界 因为这个世界不美好 在修行过程当中 安住在慈悲 包容就好 待人处事 不能求真 也不能求真 只能求美 只能要求自己保持慈悲心 包容心 我们的生命 就像无止尽的水流 这个水流的引导者 就是你心中的思想 你的生命是由你自己的心所变现的 是你自己的心 把你自己创造出来 当我们的心在变化万法的时候 这八时当中 最重要的是第八时和第六时 第八时主宰你的果报 第六时主宰你的因地 我们的生命 有二个内涵 第一个承受果报 第二个造作业力 第八时把这个果报变现出来 所以才有独立的生命体 可能是男重或是女重 或者庄严 或者等等 是谁变现出来的呢 就是阿赖耶石自己变现出来的 这跟别人都没有关系 所以你长得怎么样 事实上跟你父母没有关系 那是你自己的阿赖耶石释放出来的 当你有了这一期的生命 你就会在这五蕴身心当中 捏造一个自我 所以我们所说的我 其实就是以这个果报体为我 以五蕴为我 我们之所以产生我的概念 这个我是第七时捏造出来的 所以第七时很特别 它不变现果报 也不造作业力 只做一件事 就是把这个果报体捏造一个我出来 有了这个我之后 就有第六意识 以这个自我为中心 开始去了别六层的境界 色 声 香 味 触 法 产生很多不同的感受 有快乐的感受 痛苦的感受 第八时把这个果报变现出来 第七时产生一个自我的想法 然后以自我为中心 第六时开始去受用六层 产生快乐 痛苦 这个叫做承受果报 当我们在承受果报时 同时又造作新的业力 这跟来生有关系 第六时在承受快乐 痛苦的时候 产生一个想法 这个想法可能正确 也可能错误 如果它产生的想法是及时行乐 那就不好 这个人要修缮就很困难 如果生命的目的是在及时行乐 那它可以不择手段来让自己快乐 那会伤害很多人 造很多罪业 如果它的想法是 今生痛苦或快乐不重要 来生比较重要 我是为来生而活 那这个想法就正确了 这种人就容易去 要求自己断恶修缮 当你的果报出现 第六意识去了别外境的时候 所产生的快乐 痛苦 又让你产生另一个想法 这个想法当然跟你过去所学的圣贤之书 你体验多少有关系 第六意识的想法 由于第七识时令它更加坚固 然后 再回存到第八识 又把它熏进阿赖耶识当中 所以第八识它变现了果报 让第六识来受用 第六识受用之后 又造了新的业力 又把它存回到第八识 就构成生命的相续 业果的相续 为什么你今生死了之后 还有来生呢 因为你今生在受用果报的时候 又造了新的业力 这些业力又创造来生的果报 当第六识在承受果报 同时在造业的时候 有两种选择 一 如果我们心中没有目标 想做什么就去做什么 造恶也无所谓 造善也无所谓 那就由外境来决定 到清静的环境你就造善 离开寺院到外面去 你就造业 二 当一个人学佛之后 就不同了 第六识有作意的警觉功能 就懂得如理作意 不管外境怎么变化 我一定要断恶 修善 度众生 是由作意来引导的 我们是怎么来承受过去的果报 第一 向由新生 我们不是今生才有生命 我们已经经历了无量无边的生命 而这些生命 凡是走过的路必定留下痕迹 这个痕迹就是种子 虽然你的生命结束了 但是在这一期生命当中 你所造的善恶种子 都被保留下来 都被谁保留下呢 是阿赖耶时 我们每一次生命都留下很多的痕迹 有善的痕迹 有恶的痕迹 当这些业力成熟时 有些人到天上去 有些人到人间去 有些人到三恶道去 有些人到涅槃去了 也就是说 我们今天为什么会招感果报呢 是因为我们过去造了很多的业力 这些业力就不断出现这些差别的果报 这六道众生 像地狱 恶鬼 或是畜生 人 天 为什么有这么多差别的果报呢 各随其心中的业力种子 而出现它相应的果报 这个果报是你自己的心 把它创造出来的 为什么同样的环境 我们的心同时去接触 会产生不同的感受呢 就是因为每一个人的福报不同 我们是在受用什么东西呢 你是受用你阿赖耶时 所变现出来的一切 我们今天在承受果报的时候 唯独做一件事情 就是忏悔自己的业障 认命 忏悔 不要在果报上做太多的努力 因为这些都于事无补 当阿赖耶时在变现果报的时候 不会因为你讨厌它 它就停止 也不会因为你喜欢 它就多一点 它跟你的想法完全没有关系 阿赖耶时 它该放多少就放多少 等业力结束了 它也不会多放一秒钟 所以我们面对果报 只有两的自认命 也就是应无所助 不要把心血放在这个地方 因为它不会因为你的想法而改变 第二 相随心转 相随心转 这个很重要 当这个像出现的时候 我们又会去创造一个业 这时候你的想法很重要 你要培养一种正确不颠倒的想法 我们的果报会影响我们的想法 想法也会影响我们的果报 这两个是互相影响的 不同的想法会起不同的作用 每一件事情是无自信的 你有什么样的想法 就会产生什么样的作用 这个果报到底是伤害你 还是帮助你 果报本身并不能决定 是你的想法决定的 病痛叫做痛苦的果报 但是不一定仗道 偶尔大师说 如果你对病痛有正确的想法 它就可以产生正面的力量 佛法讲改变 主要是改变你的想法 如果你把每个人都当作善知识 它果然扮演善知识 每个人都能帮助你修行 如果你把每个人都当作恶知识 每个人都变成伤害你 这是事实 当果报出现时 它是无记性 非善 非恶 那怎么会变成有善有恶呢 是你自己想出来的 一个人经常生起负面的想法 其实是你自己伤害自己 说实在话 没有人在伤害你 阿赖耶时 只是如实地把果报呈现出来 你跟果报接触的时候 就会产生一种想法 这种想法 会影响你去造什么样的业 为什么要意念阿弥陀佛 就是因为这样 我们跟佛陀之间的因缘 才能够建立起来 你的生命跟你的想法 是很有关系的 如果你不善用其心 你来生还是有很多问题要处理 我们今生面对果报时 你要注意如何生其心 这是你该注意的 因为你所想的会影响你的未来 生命是由你的思想所创造的 富贵从不失中来 贫穷从千贪中来 长寿从慈悲中来 短命从杀生中来 庄严从忍辱中来 丑陋从嗔怒中来 高位从恭敬中来 卑贱从娇慢中来 阴形与果报一定是相应的 善用其心可以扭转人生 应观法戒性 一切为心造 你自己把自己创造出来 然后你自己再去受用 过去的你创造现在的你 现在的你又创造未来的你 你能够善用其心 未来的生命就在你的掌握之中 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曾经出现过很多痛苦的果报 也出现过很多安乐的果报 这些果报是怎么产生的呢 这都不是上帝创造的 完全是由我们内心 所变现出来的 只有你的内心 能够改造你现在的环境 不必向外追求 我们如何运用心灵的力量 来改变自己的生命呢 首先 要发愿 你希望你未来 有什么样的结果 先有一个目标 你未来的生命 其实是你现在的心境来决定 我们未来的果报 是由业力来决定的 而业力受三种因素影响 第一个是你的心力 第二个是静缘 第三个是相续力 你的心力将决定你业力的强弱 你在一天当中 哪些念头是特别坚固的 而且是经常出现的 出现的次数非常多 那这个念头不管是好的 是坏的 对你来生有很大的牵引力量 每一个结果要出现之前 会有很多征兆 最容易观察的征兆就是 观察你的念头 你想要创造美好的未来 就要注意你现在的念头 所谓菩萨未因 众生未果 菩萨是重视他心中的想法 众生是把果报看得很重要 为了追求眼前的果报 可以牺牲未来而去造恶 像这样的人 他可以不管未来 他要的只是现前的快乐 菩萨跟众生的心态是不同 我们的生命 受二种力量的影响 第一个是外境的影响 第二个是心灵的影响 如果你放弃了心灵的力量 那你这一生 完全由外境来主导 只能活在业力当中 因为你没有培养一种心灵的力量 你对未来没有任何愿望 没有培养好的思想来改变自己 这种人叫做活在过去 但是一个学佛的人 他会利用心灵培养一种美好的力量 然后去创造美好的未来 生命有二种力量 一个是外境的力量 一个是心灵的力量 如果你经常是由外境来牵引你 那你就不可能拥有美好的未来 如果你的生命是由心灵来引导外境的 那你现在可能不是很满意 但是我保证你一定有一个美好的未来 因为你的生命不断地进步 不断地消业障 所以你一定要用心灵的力量来引导生命 不能用外境的力量来引导生命 这个很重要 一个人一天当中都是做你喜欢做的事 那就是跟着感觉走 外境给你什么刺激 你就做什么 你就很难期待有美好的未来 应该要做你应该做的事情 比如听经文法 念佛拜佛等 这样才对 改变生命的最大力量是心念 念佛就是用心力去意念阿弥陀佛 才能够启动阿弥陀佛的加持力 如果你不意念阿弥陀佛 那佛的48种誓愿力量 有就等于没有 你要把阿弥陀佛的力量转成你的力量 就必须要做一件事 你要意念阿弥陀佛 佛的力量再大 也不能主动帮助你 你要先释放一种力量能感 它才能够产生回应能应 这是修净土法门 所应有的正确信解 佛回应的力量有多大 就看你释放的力量有多大 它回应就有多大 佛的所有力量 都必须透过你心中的意念 才能够把它启动起来 这是修净土的人 必须要知道的是 阿弥陀佛48愿 总归起来有四种射手 第一 光明射手 我们在念佛的时候 把阿弥陀佛的光明 引到我们的身心世界 接受阿弥陀佛光明的射手 就可以消除业障 第二 神力射手 能破除鬼神 冤亲债主的障碍 第三 法身射手 能令念佛人的菩提善根 慢慢地增长 第四 色身射手 临终的时候 阿弥陀佛现前开始喂导 接引往生 临命中时 只要你一心念佛 阿弥陀佛就会亲自来开始 喂导你 把你接引到极乐世界去 如果你继续在三界打滚 会有什么后果 你来生可能会造五密十恶的罪业 会让一个出发菩提心的菩萨 退堕到地狱去 所以应该赶快到净土 去修学 成就不退转的功德 这才是我们念佛最重要的目的 怎样一佛 念佛 才能感应道教呢 都设六根专注力 静念相继相续力 我们想要把佛的功德 转成自己的功德 当中成败的关键 在于是不是能够都设六根 设心专注 佛对你的加持力 不是你佛号念得很多就有效 而是每一句佛号 要念得清清楚楚 那种虔诚专注的心要生起来 念佛的要诀 宁可少 不可草 必须要设心专注 静念相继 每一句佛号 都要念得清楚 听得明白 念佛是由内心的设心专注 虔诚恭敬 来感召佛力的加倍 净土安乐的功德 一 不堕恶道 即便你过去生有很多杀到淫妄的罪业 但是你往生到极乐世界 起码保证你直至成佛为止 不再堕到三恶道去 这是很重要的保证 你一定要把不堕恶道的愿景列进去 二 色身坚固 成就往生的菩萨 他的色身叫做金刚纳罗延伸 身上没有任何病痛 偶依大师要不是病苦 可能就不会求生净土 就是因为病痛的关系 才开始念佛 他说 他病到七日七夜不能坐 不能卧 只有含泪念佛 等病障消灭 出关之后 从此一心归命阿弥陀佛 万牛莫晚 对阿弥陀佛就产生一种真实的皈依了 阿弥陀佛跟你保证 往生极乐世界之后 在这一期的生命 你绝对不可能生病 不管你以前有什么杀业 那些业都不再活动了 得乐当中 衣食自然 国土庄严 具足武通 寿命长远 极乐世界的这种安乐果报 从脱离痛苦 到成就医症庄严 最后给你一个相当殊胜 具足武通 以及长久的生命果报体 净土解脱的功德 一 亲近十方诸佛 二 听闻佛法 三 诸善聚会 你必须把净土的功德 跟佛号连结在一起 我希望生到极乐世界去 那里没有病痛 为什么能去呢 因为有佛号 我希望来生的果报体 能够自由自在 能具有神通的果报体 总而言之 你必须把来生的愿望 跟心中的佛号联想在一起 这时候你对佛号才能产生强烈的皈依 为什么念佛的时候 有些人的佛号 很容易一持得住 有些人的佛号 念没多久就跑掉了 就是因为你对佛号 没有产生与功德关系的联想 当它只是一个佛号 一种声音 那你对它似乎是可有可无 根本没有对佛号修皈依嘛 如果你对佛号没有产生功德联想 这个佛号你是念不住的 你必须把你未来往生净土的愿景 跟佛号紧密地连接在一起 这样的佛号 意义就重大了 你必须告诉你自己 离开了佛号 你就一无所有 修净土宗的人 想要把佛号念好 首先对佛号必须生起一种强烈皈依的心 你要观想自己是业障凡夫 离开了佛号 来生就完全没有希望了 这个才叫做通身靠道 如果你把未来的希望 全都寄托在这句佛号上 我保证你这个佛号一定能念得好 而且也可以把弥陀的功德 全部启动起来 净土宗的中心思想 我今赞做梭婆客 不久连池会上人 如果你真能把今生当作最后的客人 不久即是连池会上人 当我们真实想要往生极乐净土 就加强心中的意念 一心归命阿弥陀佛 我们来生有两个选择 一 继续留在三界六道之中打滚 那你要继续面对烦恼障 业障 暴障 其结果充满了变数 二 往生极乐世界 极乐世界有很多的功德 不堕恶道 没有病痛 有种种医症庄严 三宝的加持 要经常把极乐世界的功德放在心中 念佛人要思维 我是业障凡夫 无有出离因缘 要思维阿弥陀佛 有大誓愿 决定可以救把我 总之 首先要建立你 未来的愿景 你希望以后如何 如何 未来这些目标 都是因为有佛号的关系 才有办法来完成 你平常就要有这样的心态 离开它你什么都没有 渐渐鸡皮鹤发 看看行不隆中 假饶金玉满堂 难免衰残老病 忍辱千般快乐 无常中事到来 唯有净路修行 但念阿弥陀佛 纵然你用很好的东西 来保养你的色身 结果色身还是让你失望 为什么呢 渐渐鸡皮鹤发 脸皮的皱纹出现了 白头发也长了 体力也衰退了 行动也隆中缓慢了 因为色身也是无常法 终归败坏 如果你把精神体力放在财宝 假饶金玉满堂 难免衰残老病 就算累积了很多财富 生病的时候 什么也不能受用 你把你的生命 寄托在你的眷属 虽然你有很多美好的眷属 会给你带来一时的幸福快乐 但是当死亡到来的时候 各奔前程 各分东西 都只是暂时的相聚而已 所以把精神住在今生 临终你一定会后悔的 应该唯有近路修行 但念阿弥陀佛 应该把精神 体力放在佛号上 去创造一个美好的未来 这才是有智慧的抉择 心灵的力量 很重要 就看你如何去引导你自己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儿了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还没有订阅的朋友 记得一定要订阅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